哈喽 大家好 我是芽芽 今天去超市我包了三块钱 买了一袋油炸豆腐包 今天就用它来分享好吃的 既好看又检查咯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做吧 最后我们把油豆拌一拌 接着取出一个 然后用把小茧子剪一个盖出来 剪好装到盘子里 接着再一个一个取出 然后准备一把小勺子 把里面的豆腐心给挖出来 放在一旁 就这样就可以 接着取出了豆腐心 我们刀给它切碎 切碎后装碗中 接着超市里花了五块钱 买回来的肉末 我们加入一勺料酒 小酱油 半勺蚝油 小半勺盐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后先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 接着再来切一朵香菇 切切皮 切丝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装碗中 再切半个红椒 切好装碗中 最后切半根胡萝卜 放入碗中 全部切好以后把豆腐碎加进来 还有肉馅 还有肉馅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取一个豆皮出来 然后把馅料装在里面 一边装一边轻轻的按压 尽量装得实一些 装好以后放入盘中 全部做好以后放入蒸屉中 盖上盖子 蒸15分钟 接下来切几半蒜 切成蒜末 再切几个小米椒 切好一起装入到碗中 最后切些小香葱 切好装入小碗中 接下来热锅烧油 炒热锅烧入小米姜蒜末 炒香后加入少许的盐 再加入一碗水电红构馅 汤汁浓稠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的豆腐也蒸好了 哇这味好香 我给它吃 鲜汁浇浇在上面 再撒上一些葱花 美味的豆腐泡就做好了 豆腐泡这样做营养简单又好看 我们装馅料的时候 可以像这样装的满一些哦 因为它有着非常好的鱼翼 鱼翼着五股丰敦 穿圆滚滚 而且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建议收藏 平时用来招待客人 不管是被招待的一方 还是招待的那一方 都会觉得备有面 喜欢就关注我吧 我是瑶瑶 感谢您的支持